謝謝主席 謝謝 我們有請秘書長 請簡秘書長 我想我們今天再談到這個民進黨所提出來的轉型正義條例 趙金文 我們有非常多的原住民族人不分黨派 都在這邊要求 當我們談到轉型正義的時候 為什麼總是看不到原住民 所以在這裡我必須花一點時間 跟大家說明一下 為什麼轉型正義 我們如果只把轉型正義的時間 把它列為只是從中華民國34年8月15號起來算的話 根本不算是完整的轉型正義 我們來看看 我們事實上從日本的時候 殖民時代26號日令第一條 無所有權壯以及其他可以確定的證明卷的山林原業 都是官有的 也就是翻地等於無主地等於國有地 剛剛政天才委員在這兒有談到後半部 我現在再往前談到1895年的時候的狀況 我們再來看下一張 原住民第一次碰到法律 為了要佔領原住民地區的張腦 當時90%的張腦 是從台灣輸出去的 輸到哪裡 輸到日本 我們用愛永縣 然後用武力來討伐部落 實際佔領原住民的土地 而這些愛永縣上面的電流 全部都是通電的 還有埋地雷的方式 來代替我們的愛永縣 增加所謂反方番的效果 我們再來看下一張 當時怎麼樣的侵略我們的原住民 這些都是重大的戰士啊 1874年 台灣族盧凱族 一直到1911年 再來下一張 看到阿美族七角川事件 再來布農族的周族 一直到1934年最後布農族 沒辦法 日本的武力太先進了 我們再來看下一張 再來看侵略我們泰亞族 塞德克族 泰魯閣族 塞夏族 我們看到日本的軍 拿著先進的武器 進入到了原住民部落 我們看到有這麼多的戰役 我們再來看下一張 用什麼方式 三光政策 殺光 燒光 搶光的政策 再來下一張 日本殖民政府的戰功部 我們看到的 現在 根據台灣總督府公佈的紀錄 1896年到1920年 討伐身犯138次 殺死了7000多人 受傷了4000多人 收繳的槍支是29000多支 我們以1920年當時原住民的人口來調查 我們總共是130310人 死傷的11203人 約什麼 12分之1啊 這麼重大的一個歷史事件 我們在轉型陣營裡面看不到 我們再看下一張 好 從這樣子的一個歷史的嚴格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 我必須要說大報社 我們林毅昌先生的故事 那我們今天談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林毅昌他在中華民國政府進來的時候 他就公開的說 現在的大坂根就是當時的大報社 也就是我們族人的主居地 當我們在談到轉型正義 我們要土地的時候 請問一下 林毅昌先生 當時的說話完了之後 馬上就槍斃了 我不知道我今天談完這個之後 我是不是會被拉去槍斃 或者我們有更好的方式 從轉型正義條例裡面 歸還原住民的土地 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看到這個條例裡面 不管是他的時間性也好 或者是在他的第二條我們來看 第一開放政治檔案 第二清除威權的象徵 保存不義的遺址 我剛剛所講到的這些戰役 都是原住民的遺址啊 都是當時用武力侵占原住民的遺址啊 我們再來看第三條 平復司法的步伐 還原歷史的真相 並促進社會的和解 當我們談轉型正義的時候 原住民的土地正義 原住民的歷史事件沒有被談到的時候 這還算完整的轉型正義嗎 我們再來看第四個 處理不當的黨產 第五個其他轉型正義事項 我很想問民進黨的朋友 或者是民進黨團 是不是原住民的轉型正義被列為你們 第五項的其他轉型正義的事項呢 是不是 如果不是的話 那麼原住民的轉型正義在哪裡 如果是的話 我在裡面也沒看到 原住民的時間地點 甚至於最後我們還看到 第八條的時候 他們要立一個委員會 要任命九人 然後呢 在同一政黨的人數不得遇三人 我覺得從條例上面看 好像只有藍綠的問題 而沒有真正 這塊土地真正的轉型正義 那麼我的建議就是 如果我們的轉型正義 只是在藍綠鬥爭 當然你們應該裡面的所謂的 委員任命 我覺得政黨就應該退出啊 應該退出啊 不應該要有所謂的政黨的代表人啊 我覺得這才合乎真正 讓一個沒有政黨色彩的人 來審理所謂的這個 這個轉型正義的條例 不知道秘書長您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同意你的看法 對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團也好 民進黨的朋友也好 如果要把這個轉型正義條例 讓外界不要認為又是藍綠鬥爭 我覺得實質上 第八條就應該把政黨勝財拿掉 你要設立這個委員 九人 你就應該要沒有任何政黨的人 他是非常公平非常公正的 進入到這個小組裡面來討論 否則的話 我們所討論的東西還是被列為藍綠色彩 我在立法院已經五屆了 我一直用五黨 為的是我要站在民族的立場 而我們今天看到的轉型正義條例 我非常失望 民進黨一直以來 是跟原住民走上威權統治時代 我們都是手牽著手 包括現在要任命主委的一將 就是我們原權會的前輩 我不知道一將今天看到這樣子的條例 他有什麼感想 我不知道Evan No Gun 當時小英在訂原住民的白皮書的時候 他就是其中議員 而翻譯我們林一昌先生的就是Evan No Gun 我不知道Evan No Gun 當你看到轉型條例裡面沒有原住民的時候 你心裡是做何感想 當我們看到520還沒有上任 當我們看到小英在原住民部落口口聲聲說 我要為一個當選的總統跟原住民族道歉 當他說要跟原住民族道歉的時候 而在轉型條例裡面 看不到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的時候 小英總統我們不需要你的道歉 我們要的是你的態度 你實質上你在所謂的轉型正義裡面 原住民到底站的是什麼位置 如果轉型正義裡面沒有原住民的話 我的建議小英總統你的道歉 原住民族非常不予為然 我們也不會接受 謝謝 好 謝謝 高軍委員的這個發言我都很佩服 不過這個委員會並不是政黨的代表 他是限制政黨 同一政黨的比例的上限 他並不是由政黨推薦的 是 他不是政黨推薦的 他沒有政黨的勝財 只是說他可能你不能拘束說 你不能有政黨的黨籍 但是他有規定同一個黨籍 不能超過三分之一 這個我不知道 這個我不知道 好 我們接下來請 這個林維州委員 時間12分鐘 轉型正義 為什麼會有轉型正義 那是代表時代的進步 那今天要來參加